再做一题 这里有一个罗盘 放在这个线上面 这个线有五速导线绕一圈 下列叙述何者错误 他这里的有个叙述是不好的 他说总电流是安培计读数的五倍 平常说的总电流就是电磁出来的电流 这整根串在一起的 总电流跟分电流是一样的 所以不可能会有五倍的状况 他这个叙述的意思是 会造成时针偏转的电流 是安培计读数的五倍 他绕了五圈 问你会造成时针偏转的电流是不是五倍 是不是五倍 然后角度有没有五倍 是不是往西边偏 然后他旁边的磁壤的形状是什么形状 来停车战界问 这样子 他问何者错误 要选的是谁 小爱小女生 12号 你选的是B 我刚刚讲过了迅速是对的但是的说法不好 他是要问的是造成时针偏转的这个电流有时效应的电流是五倍 是 五倍 我等一下问你为什么是五倍这是我前面教过的事情 为什么是五倍 然后安培右手定则 磁力线是一个同心圆 我们画的是同心圆 所以选项诸是对的 然后呢 右手定则比一比 绕一圈 转上来 你就会发现他的方向是朝 C 朝C 所以呢 我们的选项C是对的 所以呢 也不选 所以他也不选 然后呢 五渣 五渣虽然造成的电流磁效应是五倍 但偏转角度没有五倍 我等一下告诉你为什么没有五倍 所以我们答案就选B 那我们要先问第一件事情 为什么是五倍 不要讲话 为什么是五倍 为什么造成 磁针偏转的 电流磁效应那个电流 是我安培计读是五倍 这个我在前面一开始教的时候就给你提示过这件事情 我后面还要用 我后面还要用它 我后面还要用它 帅哥呢 22 几例 我后面还要用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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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做 我一开始教的时候跟你提示过了 每一个有电流的地方都会造成磁场 好吗 每一段有小电流的地方 都会造成磁场 所以这一小段有五条线就几个电流 五个电流 所以说五个造成磁场 偏造成磁场的电流 所以它就是五倍 所以它就是五倍 OK吗 这件事等一下还要继续用 这个观念等一下还要继续用 每一个 每一小段有电流的 每一个有电流的地方都会造成磁场 都会造成磁场 那为什么不是五倍 然后我们看图就知道 我们假设电流磁场跟地流磁场一样大 那就是四十五度角 对不对 四十五度角 然后我把电流磁场加倍变两倍 我们讲过它是合力方向吗 我们做过的平行四边形 还记得吗 合力方向 就会变得像右边的图一样 这个角度不是这个角度的两倍吗 没有啊 所以它没有 它是一个三角函数的关系 高中在学什么叫三角函数 反正它就是没有五倍就对了 所以 虽然我的 电流磁场 加倍了 两倍了 可是我的偏转角度并不会 加倍两倍 所以我的电流磁场变五倍了 我的偏转角度不会变成五倍 这就是 告诉你的话 OK吗 OK OK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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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